全球地下水不斷流失,隨時有枯桿的危機 美國太空總署最新的衛星數據發現 包括中國在內,全球有三分一的地下水源面臨乾坡 更加可能令地面沉降惡化 地面枯桿,農作物失收,是美國加州面對的頭痛問題 跟其他旱災一樣,加州人面對降雨減少 都會抽取地下水解決燃眉之急 但地下水源同樣都會有枯竭的一天 美國太空總署的衛星透過量度地球的重力長變化 推測出地下水量的情況 分析顯示,地球有三分一的地下水源正在高速減少 由2003年到2013年10年期間 地球最大的37處地下速水層 有13幅地下水量一直下降,其中8塊最嚴重 接近沒有自然水源補充,遠遠追不上消耗 在人口墜居地當中,影響6000萬人口的阿拉伯地下速水層 是地下水流失的重災區 平均每年減少9毫米水量 而在美國加州中央谷地就減少8.9毫米 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也不能夠幸免 河北山東一帶的中國北速水層每年減少7.5毫米 今次是首次有研究全面評估全球地下水的流失情況 結果令人擔憂 除了是因為氣候變化令到降水減少 人類過度開採也是問題 不要以為地下水枯竭結果只是缺水那麼簡單 有研究指近年的河道乾坑、地面沉降等 部分原因都是來自地下水流失 所以地底世界的生態失衡最終都會和然地面 好嗎 安然 很嗎 好嗎 我的天啊 好嗎 好嗎